路被挡住了耶 小青 你去沟通一下 明明是你要下山的 为什么遇到事情总是我上啊 这就是带上你的作用啊 哎呀 别啰嗦 快去快去 真是个懒婆娘 喂 你挡住我姐姐下山找老公了 你在说什么呀 是恩公 不是老公 她又不懂 你紧张啥 你说话稍微淑女一点嘛 我也想淑女啊 我的嫂子怎么淑女啊 你好 你挡住我们路了 可以麻烦你让一下我们吗 拜托拜托 这样吗 你觉得她能听懂吗 对牛弹琴 听不懂吗 哦 那我用外语试试 你还会说外语 你好 我只有麻烦是内蒙 可你往边上挪一下 我们想过去的干活 你这是哪国的语言啊 一股咖喱烧烤 哎 太有反应了 你也来试试 哎 不要啦 哎 快点快点啦 我着急的下山啊 哎 真是麻烦 咳咳咳 嗯 小青啊 你这在干嘛呀 我在和她交流啊 用她的语言 哎呀 你说话就好了 你干嘛要学驴教啊 我刚学的是驴教吗 找我的驴教 我想要过去哪边 麻烦你聊一会儿 嗯 你听懂我说话没带 你怎么没有反应来 换个方言试试 老乡 我的乖乖 你可以让我一下吗 我想过去一会儿 我的姐姐要忙着去帮人呐 嘿 喂 你很拽哦 第一 我不是拽 我是愤怒 第二 我不叫喂 我叫牛雨群 第三 请不要用这样的语气给我讲话 小心我会让你们变猪头 哦,sorry啦 第六 请不要在这里给我转英文 我最讨厌别人说话的时候 给我转英文了 装什么城里人 山后面不应该是五吗 你这家伙做事 哦,没有,没有,没有 这家伙脾气还挺暴道的 是啊,真是个倔牛 哎,小青,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下山一路上遇到了好几头牛 那是同一头牛 我们迷路了,你没发现吗 我们在这个山里转了快半个月了 好几头牛 啊,是吗 既然我们老是遇到同一头牛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缘分啊 你不会想说他就是你老公吧 不是啊,我是想说 有没有可能他的主人 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小木桶啊 哎,你不是说你小木桶是放猪的吗 哎呀,时代变了嘛 万一人家敢放牛了呢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找到恩公了呀 你快去帮我问问 哼,我才不去呢 你没看他那么凶 要去你自己去 啊,请,请问大哥 啊,不,大姐 你的主人是谁啊 别问我 我不知道 我不是本地的 啊,也别问我 我也不是本地的 这和本地有关系吗 是谁啊 没有本地有关系的